我不是說過除了我會剪頭髮之外 這隻小狗也會剪頭髮的 大家認不認到它是剪了頭髮 還是又已經亂了 現在的肚子很光亮 為什麼這麼慘 不疼了 我塗了唇膏 不疼了 哈哈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上次我講完自己不滿意的髮型之後 我真的去剪頭髮 聖誕前我盡量把長髮的影片全部推出來 所以接下來會有新髮型 保持大家在更新的狀態 不會太多長髮、長髮、短髮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不習慣我這個短髮的樣子 其實我每一年冬天都會剪短 夏天又會留長這個位置 然後又會剪短到鎖骨這個位置 不斷循環不適的這個習慣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我這個短髮髮型的話 不要緊的 過了三四個月就會長到這個位置左右 其實這條影片也不是探討我的髮型 那這條影片就是做一個開箱的 這個開箱是我意料之外的 其實我平時買東西通常買回來就忍不住開 所以很少我會拍這類型的開箱片 但是因為這次我放了上IG 然後大家都說想看開箱 我就忍受到今天了 那是什麼呢? 就會在這個紙袋裡面的東西 每一年的12月 Chanel都會有一個聖誕的包裝 每一年他們送的花花都是不同的 那今年就會是這個白銀色配搭的花花 我本身以為是紙袋上才有的 因為我很少買這些貴牌子的東西 所以孤流寡民一點點 然後原來裡面是超美的 大家如果有看我IG應該都會看到裡面的盒子 我是完全不捨得拆到 連這裡的絲帶我都沒有剝出來 因為我覺得它整個包裝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盒子是不是包得超美 據說每一朵的生茶花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不知道是巧合還是真的 就是這個盒子上面那朵生茶花是足足大紙袋上一個圈 所以這一朵是蠻巨型的 我現在就拆盒吧 聽人說去年是藍色絨的生茶花 今年是白色銀色 還有有些人會把它改造成頭髮的髮圈 或者是一些深厚針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計劃究竟是做成什麼 還是放在這裡當作裝飾 也有朋友問我買滿多少錢才會得到這朵生茶花 據我所知就是今年12月31日之前 你在Chanel專門店 不是彩妝店 是真的買手袋的專門店 買任何東西都應該是可以要求他做這個聖誕的包裝 就會有這個生茶花 而這盒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絨袋裡面 就是一個卡片套 讓我剝開裡面的紙皮 它是2019年的早春系列 我不知道是哪個collection 但是我覺得它挺有趣的 最後就入手了 給大家看看近鏡 它是軟屬的羊仔皮 跟平時那些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的零格線 會有三種不同的顏色 有粉紅色、淺藍色和深藍色 而它旁邊這個位置也包邊了粉紅色、淺藍色和深藍色 就可以對應它的車線的細節 其實一眼看起來 就會有一格 中間有一格 後面有多兩格 其實我都不太懂得拍攝這些這麼獨特的開箱 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說說我買的過程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都知道是很差的 因為我還未病好 我就是請病假那天去看中醫 因為中醫是尖沙咀那邊 所以我就要在中環那裡轉地鐵去尖沙咀 途經Chanel 我媽媽就說你經常都想要一個卡片套 不如進去看看吧 我原本都只是深刻於一個 羊仔皮金色扣 最經典那款 而現在又是缺貨的 所以我一直都在等它什麼時候回貨 之後我就看到這個了 我第一眼看的時候都沒有特別喜歡它 我就覺得不夠classic 後來我就看到它的車線位比較特別 還有它的呼應的感覺 就突然間激發起我很想擁有它的衣服 而且中環是沒有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你可以去廣東道那一間Chanel 去看一看 他說電腦好像看到有 反正我的中衣都在尖沙咀 看完中衣就去到廣東道那間 就問他 就真的有新的了 沒有理由買這些 沒有新的 你都會想要的 我給得起價錢當然是想要新的了 對吧 那說回價錢 先看看 如果我本身想買那個classic款 就是2600 而這一款就是3000元 因為它不是常有的款 應該買完這一季就不會再有了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樣而貴了幾百元 而如果你問我會不會覺得3000元買這個卡住很貴呢 當然它是貴啦 但是之前我看到一個朋友 雜邊用一個又是Chanel的髮圈 我又是覺得很漂亮 我去問那個店員 問他有沒有貨和售價多少錢的時候 那個是膠來的 然後一個膠托上面兩個C字 然後他回答我那個要3000元 我突然間覺得這個皮造的卡住超級抵 我知道我這個心態在這麼高檔的品牌上不應該存在 但是我實在是一個主婦 所以我會好好珍惜這個卡住 應該會用足三五七年 所以不需要擔心我會貪身亡舊 很快又會換上它 我肯定會用到它楠為止的 由於我真的不 不知這些開箱要怎麼拍 所以我再給大家看一遍 如果你有興趣跟我買同一個 你就要趕快去專門店看 因為應該不多貨 裡面寫著Made in Italy 然後是Shocking Pink的尼龍質地 然後這邊也是他們的品牌logo 然後前面這些 這裡是藍色的 然後後面應該是深藍色 我買的時候都沒有看得那麼細緻 原來裡面都是用了這三種顏色的 真是挺漂亮的 好,那我這次短短的Chanel開箱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畫面